什么是PDA手机? PDA手机可以理解为辅助个人工作的数字工具。 它主要提供记事、通讯录、名片交换及行程安排等功能, 还能收发email、浏览网页、在线游戏等。 普通个人数字助理产品及PDA主要集中在个人信息管理功能上, 例如存储电话、查找电话、计时部等。 随着无线互联网的日益发展,具备收发电子邮件、 无线上网等功能的产品大量出现。 手机作为一种信息中央设备,在移动无线接入上无疑是最方便的工具。 但在屏幕显示、数据处理、移动计算、内存容量上并不具备优势。 两者的结合乃至融合成为了PDA的突破方向。 所以PDA手机逐渐不及。